整个热能管理系统 油车和电动车有什么不同 它可以给你暖 可以给你冷 甚至可以开冷气帮你抽烧 逐一组都可以 一起来 它又不可以 那我们怎样自处呢 我们说过不少电动车和油车的分别 动力不同 handling 不同 brake 都不同 这个很容易理解 银过坐过的人都知道 但如果我说 最大的不同 是冷气 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真的没有骗你的 电动车的冷气系统 和油车是非常非常不同的 大家可能没有在意 但如果我跟你说 你有没有 经验过 坐电动车的冷气 要么就尖寒尖冻 要么就好像很闷热 有没有那样的感觉 有呢 会不会是 为了省电 那个冷气泵 缩水啊 省被啊 没有的 电动车的冷气泵 那么功率 相对于油车呢 是绝对不会压称的 一定是跟两十足 但是为何我们会出现刚才说的情况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呢 其实一部车 那个 Thermal management 就是说 整个热能管理系统 油车 和电动车有什么不同呢 油车就很简单 你触碰了一部引擎 引擎呢 那个效率 叻了 都是30-40% 即是说 你是有 60%多的余热 要弄走它 所以整个 热管理系统 最重要的一环 就是散热 车厢里面 一个compartment里面 整个环境的温湿度 是应该是怎样的呢 这个无论油车 或者电动车一样的 人呢 觉得舒服 其实呢 一定是范围的 温度最好是22度至24度之间 湿度就50% 上下 人都会觉得舒服的 你再 湿度再高点 再低点 你都会觉得不舒服的 温度也是 高点低点也是不舒服的 对于油车来说 就很简单 因为呢 它部引擎有这么多热 有个热源在 有个大的热源在 只要我的冷气一工作 冷气 穿了一个冻开 空气一经过冻开 什么水都滴出来 那你就得到干燥的空气 然后按照我需要的温度 就浸一些暖气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适当的温度 和一个干燥的湿度 那人就会觉得很舒服 所以 油车几十年来 冷气不是一个问题 就算你是在夏天 一早一晚 其实我们开恒温冷气 你可能开二十四五度 其实 冷气系统和暖气系统 是一起工作 你才得到这么舒服的感觉 电动车 就不同了 电动车的热管系统 是很复杂的 首先 工作的时候 电池摩达 都会有余热 但是它的效率是百分之九十多 它的余热是很有限的 所以 帮不了你太多 甚至在很冷的地方 电池根本上是需要你去暖它 去暖它 它才可以发挥到很好的效率 所以一架电动车 对于一个compartment 一样是需要提供一个 我们刚才说的适当的温度 适当的湿度 但是 它的系统 它一是就可以制冷 反转就可以制暖 那么我们油车 是冷暖同时一起工作 令到你得到舒适的环境 电动车是没有这个本事的 它一是就暖 一是就冷 所以 在一些很热的环境之下 电动车的冷气是很凉的 又或者是很冷的环境之下 电动车的暖气 都很暖的 所以电动车多数有玻璃顶 就是这个世界就不是 只有一个热字的 我们香港是热的 很多在欧洲 或者北美的地方 冬天很长 它就需要用个温室效应 透一些光落来 让车厢暖一些 那么它那个暖气泵 就不用做那么多东西 省点电 为什么经常觉得冷气 不是尖寒尖冻就满热呢 就是因为 一早一晚 你的温度 其实就不是很热的 比如夏天 或者秋凉天 你早上的那个环境 可能是25-6度 我们觉得舒适的温度 就可能是24-5度 那么相差一度呢 它开不开的冷气比你好呢 一开就可能太冷了 那么如果不开呢 什么事都没有 冷气又不开 暖气又不开 只开风 那行不行 这样不行的 因为人呢 本身是制造了很多 它是一个湿气出来的嘛 那么你闪陷了枪 不断地喷一些湿气出来 那么你的车厢里面 那湿度越来越高 那么怎么会舒服呢 大家不久前都可能看过 阿福拍一部片 怎么样换 它的车的冷气格 为什么它的车的冷气格 整天都会发霉呢 我们的车虽然污糟 但是没有什么发霉呢 其实那个原因 都是因为我们油车 那个湿度是控制得好 冷暖气一起做事 如果我们知道 电动车冷气系统 或者那个空气调节系统 那个先天性限制 就是这样的了 它没有办法是冷暖气 跟你一起做事 跟你调节温度 跟你抽湿 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它可以给暖你 可以给冷你 甚至可以开个冷气 帮你抽湿 逐样做也可以 一起来 它又不行 早期Model S 它是用一个发热线 去代替那个热水盖 得到一个 很舒适的温度控制 不过这样搞法 就电了一会儿就收档 所以去到第二代 就已经全面取消发热线了 就用了一个 所谓多双位的Heat Pump 但是多双位Heat Pump 它可以解决到很多情况 但是我们刚才所谓的情况 都是没有办法解决得到的 那我们有什么 计划呢 我们明白基本原理就是 你如果想舒服 最好就是冷气泵 穿上 但是冷气泵 如果不够热 就穿上 你会觉得很冷的 所以我们说得更坏 就是我们需要这辆车 要适当地 让车厢热一点点 然后 触发泵 去做事 才得到一个理想的温室度 我见有些朋友 买的电动车回来 因为多数是玻璃顶的 急不及待 就将全车 包括玻璃顶 四边窗 头尾档 就全部贴上隔热纸 它当油车这样做法 因为油车这样做法 是可以 令到你的冷气泵 做少点东西 省点油 但是电动车 这样做 是不是最好呢 我有点保留 太阳档上高那块 就真的很热 如果你有隔热纸 有太阳链 就没问题了 有需要就开 有需要就关 如果你的车是没有太阳链 就真的只有玻璃顶 你车顶 贴 我觉得OK的 因为日头晒得正 就真的很拿名 但是你的头尾档 和側窗 其实你可以考虑一下 贴防UV就算了 因为那些太阳子 有很多功能 太阳光谱很阔的 最短的 叫做UV 对人体有伤害 对眼睛 对皮肤 对你的车内饰交件 都是不好的 你隔了它 永远没坏 有另一种功能 就是隔了Infrared 就是那些热能 如果你连那些都隔了 但是可能下天会凉一些 但 mezस 到了k4 一 night 一到了春天 糟了 进来的太阳不够 就会令我们说的 那个尖寒尖冻 陰陰陰陰陷的情况 更加严重 所以我不是很建议大家 投尾档側窗是贴一些很强的防infrared的贴纸 你如果贴的话就抗UV就好了 infrared就不用抗那么多 就令到你的车有足够的heat source 令到你可以穿得到的冷气 抽得到湿 如果去到一些很凉的情况之下 或者阴天的情况之下 进来的阳光也不够 你还是会湿 据说很多车友在车里放几天吸湿大笨像 用这些被动的方法去降低车的湿度 都会令到你的环境好些舒适些 冷气格没有那么容易发霉 还有人会觉得舒畅些 这个也是一个办法 至于有没有办法 真的可以做到好像油车那样 穿着冷气跟着再用暖气去调回你的温湿度 那就对不起了 技术上是一点都不难 但是这样做法就很好能 所以车厂都不会这样帮你做 我经常跟朋友说 如果你家里的冷气机 是有冷暖功能的话 你是不需要买抽湿机的 因为当你在春天回南的时候 你只要把暖气开着它 再把整个房间的温度升高几度 跟着开放冷气 再把温度降低 这个过程就可以把你的水分带走 电动车也是一样的 有些车是有这个自动功能的 你一着冷气 如果你觉得周围的湿度高 它会和你升一升温才降低 如果你没有这个功能 怎么办 自制 现在回南天 我坐在车里 辛苦点 立刻开个暖气 升到它上二十七八度 忍耐几分钟 跟着把冷气调低 还有那个冷气 你就不要调到那么精细 没办法 如果外面二十五度 你调二十四度 它真的可能不穿的 那你可能要调重一点 你调到可能是二十三度 二十二度 你确保你trigger到冷气泵工作 才可以带走那些水分 坦白说 不适合的温度 过高过低 是会令人不适的 但是不适合的湿度 过湿过干 是更加令人不适 那这一点 铁电动车的朋友 就要注意一下 这一件事 可能是比较少人提的 电动车的秘技 其实车厂是知道 是暗中做了很多东西 所以为什么车厂 又有玻璃顶 又会将温度升高降低 但是因为始终 这个是电动车 先天性的死穴 所以车厂 就不想在这件事情上 觉得自己的弱点在哪里 但是 你说也好 不说也好 那个死穴就在这里了 我们作为消费者 我们应该是精明一点 我们应该知道有这件事 我们可以自己想一些方法 去改善一下环境 这一节 算有点秘技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多点comment 、like and share 还未subscribe的 快点subscribe 还要follow和like我们的Facebook和Instagram